很多人问 怎么去找到自己的风格 风格这个东西 它是一步步积累过程中的 如果你真的是喜欢 可以现在就拿起笔 拿起纸 慢慢慢慢坚持下来 就会找到自己的风格 哈喽 我叫Carol 现在是一名季游唱话师 现在在准备 6月份的一个个展在杭州 然后8月份也会有一个展览 是关于餐厅计划 Carol餐厅计划 简单来说就是去餐厅的时候 等餐的时候会把这个餐厅 和跟我一起吃饭的人 记录下来 差不多17、18年的时候 我有去日本玩了 当时我在一个餐厅 旁边坐了一对日本老夫妻 然后她看见我的画画 就想说用日语搭讪我 虽然语言上面没有办法交流 但我大概能明白她们的意思 我就把这个明信片送给了她 这个老奶奶就撕下了 那个手账本的一页 写了一句日文 朋友跟我讲说这个日语是 希望有再一次的相见 后来等我去买单的时候 才发现她们帮我已经买单了 会有一些 就很让我感动的地方 画画本是能给人带来的一些力量 我觉得是让我感觉很暖心的嘛 画画板的时候 我喜欢听比较迷幻一点的电子音乐嘛 听着音乐画画板的时候 我就会结合当时的可能一些街景 会想到一些不一样的灵感 像跳街舞这件事情 其实就影响了我挺多的 因为接触了街舞 我接触了街头文化 让我变得越来越运动感 在绘画的时候 我也会变得更加的大胆 以前意义里的插画 大家可能觉得 都是给一些书籍 或者是给一些杂志画画 但是我觉得现在插画 它为什么变得这么油行 就是因为它更加的年轻画 跟潮流画 让大家能感受到 XA给大家带来的力量 我觉得OF THE WORLD 就是打破常规做自己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 都有自己热爱的事情 我们应该善于去发现它 抓住它 并且坚持下来 当时拍摄的时候 我有在安娜海姆的写字上画画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非常有趣的创作过程 我在经典的棋盘狗元素上面 加入了自己平时 喜欢画的一些X2元素 比如说粉色加蓝色的设计 在它原有的基础上 加入自己的个性 绘制完了以后 把它穿到脚上 就觉得做完以后 这双鞋就是独一无二的 VANTS安娜海姆系列 本身就是以上世纪 60年代VANTS的 第一个加工厂命名的 然后在这个系列中的一些设计 它的鞋型 大底包边 都是跟现在普通的VANTS 经典系列不一样的 这些设计的细节 都是可以从上世纪 60、70年代的VANTS产品中 找到雏形 鞋子的配色 也往往是 还原当时的那个复古功能 如果我为Terry Gunn 创作一双鞋的话 我觉得这个女孩 不像以前传统的意义上 觉得女生就应该疏女 她就是一个打破常规 然后非常酷的女孩 在为她创作这双鞋的时候 会以黑色做基地 然后加入一些金属感的配色 Rich Brian 我平时有听她的歌吗 我觉得她就是一个音乐小天才 她从很小的时候自己尝试说唱 到现在受到全世界大家的喜爱 她表现出了自我表达 如果为她创作一双VANTS的鞋 我可能会选取她其中的一首歌曲 提取歌曲中的一些元素 加入美式风格去为她创作 像VCUDE的话 听她的音乐会觉得 非常非常的艺术化跟未来感 我在帮VCUDE创作这双鞋 加入很多抽象的线条跟色块 去表达她音乐中的那些韵律感 我觉得我的出场设置是 天马行空 非常想象力的 我会尝试把我的作品做得很有趣 希望让看见我作品的人 能感受到我作品里的这种开心的力量 很多人形容我的风格是 童趣或者是可爱 会有一些形容词去形容我的绘画风格 我自己的创作是比较纯粹一点 很多灵感都是在生活里抓住的 会把这些灵感编成故事 去放在我的绘画作品里 所以我觉得我的绘画风格 不只是让人觉得好看或者装饰性的 我希望让人去能感受到绘画之后的那些故事 我不想就是我自己一直是一样的状态 我希望我是一个不断在变化的人 画画这件事情是我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的 在我的记忆里面 那个时候我就喜欢 钻着一个小椅子坐在电视机前面 边看动画边自己涂涂画画 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在坚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每个人的出场设置都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赋予的天分也是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应该去发现自己的天分 去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天分之地 天分之地 感谢观看